本账号内容全部为原创,禁止抄袭撰载,围着举报追责湖南卫视,王牌栏目天天向上,十周年的那期节目,相信很多网友都不会忘记,今天兄弟重聚了,就连小五,十夜号二夜到场,唯独缺少了欧帝,不过现场也连线了欧帝,没在场的原因也在视频里告知了,欧帝后来也在视频里告知了。 欧帝后来在微博上说,哈哥,我好想抱抱你,节目最感人的画面就是望韩现场向天天兄弟道歉,眼含泪光,他说,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你们,你们每一个人,因为种种原因离开这个地方,我这个做哥哥的,都有很大一部分责任,我忘记告诉于浩铭他信是有危险的,我也要跟欧帝道歉说对不起。 他的离开也是因为我不够更加努力的去规劝他,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,现场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,十年不短,或许天天兄弟再也回不去过去的样子,但是过去留下的回忆依旧还在那里,再给了观众许多感动。 当年欧帝离开天天兄弟,很多人都以为是欧帝翅膀硬了,要单独飞了,真的是这样吗? 欧帝曾经回应离开原因,他说,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当时小孩要出生,请了很多的假,所以就会觉得不如专心带小孩吧。 当初是为了家里,为了自己而工作,现在就觉得应该多花一些时间陪陪孩子,因为工作以后还会有。 但是小孩成长只有一次,欧帝离开天天兄弟,很多人都以为湖南卫视,要封杀他,其实呀,湖南卫视对欧帝好着呢? 欧帝透露,先前爸爸去哪儿,邀约上节目的时候,大女儿才一岁多,老婆不放心,如今大女儿三岁了,在不影响学习情况下,就考虑带女儿参加爸爸去哪儿。 当年欧帝离开天天兄弟,很多人都以为他和翁涵发生了什么矛盾,其实都没有,欧帝和翁涵永远是兄弟,私底下翁涵真的把欧帝当弟弟,欧帝的婚礼也是翁涵主持的,对欧帝来说,翁涵既像大哥又像父亲那样的特爱他,所以离开八年的时间里,欧帝一直盼望着回归。